現在是形成了兩出局 跑者還是在一壘上 最後的對決呢 就落在威廉跟林子晟的身上了 當然我想剛剛那個就是 你就是賭一個三四棒一個揮擊 對啦 或許會有想說保守一點 叫他做助攻 但是可能教練團還是信賴忠誠 這些中心打者的強大能力 而且就真的送到二壘 林子晟還不見得有打擊的機會 原來是一再壘 林子晟今天呢 五次打擊 有一戰打一個打點 如果沒有擊錯的話 我上去查一下我手邊的 今年也沒有再見全壘打了 就是應該是確定的 這時候一壘上換帶跑 換上了林晟平來做一個帶跑 合理 因為就兩位選手的腳程做比較 我想林晟平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那有時候這時候一隻身遠安打的話 跑都會來跑不回來 其實在於就是跑者的腳程的速度 對 不過在此之前 林晟平千萬不要被牽制出來 有時候真的一帶跑一上來 哇 投手啪一個牽制 但是 就下去了 威廉沒有牽制 但這個球呢 是投成了一個壞球 球數一好一壞 現在正常的狀況 熊隊應該剛剛都賭中成佑這一棒 現在當然就賭領之勝 一定要是聯盟的全壘打王 今年呢 面對威廉兩成八六的一個對戰打擊率 這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中外 是往後退再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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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推 結果這個球 再見拳來打 比賽結束 今年球季的第一支的在線全壘打 也是林晟晟本季的第十七號的全壘打 藍尼熊隊在歷經的十二局的鼓戰之後呢 就以這一發 左中外野方向的在線全壘打呢 來結束了這一場的比賽 那也終止了 藍尼熊隊呢 在最近所吞下的四連敗 也終止了 那 提示了呢 最近所打下的一個四連勝 最後呢 就林晟晟的大棒一輝呢 來為這場比賽呢 劃下了一個據點 不過這是一場相當相當精采的比賽 最後的比數 四比二 藍尼熊隊獲勝 恭喜 帥哥 謝謝 布也 足球 帥哥 帥哥